聽聽 歡迎收看公營電台特備節目 好, 介紹一下 是宮廷的宮, 行營的營, 宮營電台 我是太后 我是徐副官 這個特別節目就是正面擁抱國安法 太后, 什麼叫正面呢? 很簡單, 就是支持國安法的朋友 如果在街站簽名 一定要被人拍到你的正面 沒錯, 就像獅子銀行那樣 開頭他們打算實則薄, 姿勢不正確 經過良性國家領導人的問題之後 就懂得站出來正面支持國安法 太后, 何謂擁抱國安法呢? 就是要當國安法不是法律 太后, 你小心用詞 我們牙差已經是隨時可以執法 我對你無情說的 我現在還沒說完 我們要當國安法不是法律 而是你的情人 國安法是情人? 面對情人, 你自自然就會很大力 去擁抱它, 維護它, 相信它 就像我姐姐那樣說 相信祖國, 相信基本法 相信一國良制 太后, 你說卑職擦鞋都要說的 他從二十三條說沒有騙你 來到今天仍然叫我們相信 真是阿信的故事 他在德國的傳媒面前 替你們說好話 他說手無寸鐵的人是可以很危險的 說得很理直氣壯 卑職看完那個訪問之後 我也充分體會到 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都真的可以很危險的 有些香港人受到煽動和誤導 怕了國安法, 說要移民 徐副官, 你怎麼說服他們呢? 你說卑職又擦鞋都要說的 香港多好都有, 怎麼捨得走? 你說清楚一點, 有多好? 你去到花旗國 又說要解散警隊 又說要削減經費 這些事就不會在香港發生的 你說香港多好? 放了 失踪了 你的那個好朋友, 何景祥 在上海後 他會被拘捕 因為他無而逮捕 便不要來 出山� 我无远又来文件了 报告最新消息 这位姚总后台急应 有了这部立法 一国两自在香港的实践 就装上了杀毒软件 我看姚公子是拿着令箭来的 过的时候的掌声 给总理的报告 掌声更长更热烈 那我们就该马照跑 舞照跳了 我很相信香港居民主 大部分都是爱国的 他们不会走去做分裂国家 不会走去做颠覆国家政权的事 何景祥已经失踪了又多礼拜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像刘晓波那样 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宪法之下 去寻找一个民主的政制 都会被指为煽惑颠覆政权 又没有民主 还有没有法治 法公共投 西方国安国反朝八方 抗争各地 减贿国反朝八方 这个国家就是那里的 怪不得大家都担心酒气以后 小风小雨是不会影响酒气平衡过渡的 三年后在香港, 会更快吗? 国家安全立法之后 香港可以在疫情后重新出发 巩固和提升本地及海外投资者 在香港营商的信心 相信你说的这些话吗? 为什么不在意令香港人有信心的事? 对于管治失败 对于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的施政错误 只字不提, 明显是伪过于人 香港人就是喜欢以神以鬼 应该相信一个执名的政府 不信支持的国家 香港人相信的是法律, 是人权 阿姨, 香港回归祖国 是一件发现民主精神的大事 不像民主主义人叫什么 中央此事出手 是现实政治下的必然选择 我这事你管不了, 你还是回去吧 有位, 有案就想 没有案我就睡了 叔叔, 你看累吗? 你不是健康有问题吗? 不要走字 还有一个星期就可以放假了 胡说什么?国安法也快生效了 社会安全了, 本官也安心了 胃口还好了, 吃饱了, 想睡而已 叔叔, 你真是机灵了 但是要先審案 那宗是重大的案件 有什么特别? 家有要事, 请假一天 你不就放假了, 让他有什么好審呢? 叔叔, 你就要判断一下 这个老师是家里有事 还是想罢工搞事? 青棺难審家庭事, 我怎么知道是真还是假 叔叔, 你就要根据个表来審 六月的四号, 九号, 十二号, 十六号 还有每个月的二十一号, 三十一号 这些日子都不可以请假 这些日子呢, 家里是不能出事的 但是这些日子的确是家里出事的日子 还有, 歌曲也要審查 愿荧光归于香港, 不可以在学校唱 这首歌有什么问题? 杨局长说, 这些是政治宣传歌 有老师不阻止学生演奏, 炒了 没可能, 有为 这首歌其实是和止暴制乱有关 为什么要禁止呢? 叔叔, 愿荧光归于香港是止暴制乱? 何以者恐惧, 抹不走 那就是特首所说的 街头私了, 装修店铺的恐惧, 抹不走 那光復香港是什么意思? 之前一直都不立法 国家安全就成为了黑洞 今天国安法可以说是赶走黑暗 还不是光復香港? 我也是担心, 不要唱荧光, 唱荧总 我愿荧总归香港, 电台 校园真的不能唱这首广告歌 巴拉巴巴巴巴, I'm loving it 歌词有什么问题呢? 巴拉巴巴巴, 还不是鼓励学生罢货 那当然要禁止 最后你要審一下杨局长 说不能将政治人入校园 那哪些活动才算政治呢? 凡是反对政府的, 就是政治, 要禁止 那支持政府那些呢? 那些不是政治, 是统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选择六月这首歌 因为我希望这首歌 可以帮大家宣洩到一些情绪 而且我很害怕在不轨的将来 这首歌可能会变社羞感觉 歌曲 李光 爸爸 李光 音乐 我号 加油… 其實過去一年的感受 我覺得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每天都會經歷100種情緒 不知道自己原來可以這麼憤怒 不知道自己可以這麼沮喪 但我覺得和時丹 最壞也是最好的時間 我從來沒見過香港人這麼團結 或者這麼懂得認清什麼是重要 什麼是自由, 什麼是公義 那場2800次發表, 是不是 我從來沒見過, 我就算了吧 我過往幾年沒有在幕前出現 是因為其實我在病 我套回自己的病去形容香港 其實有種叫屁股泰浪 你要有病才會有抗體 你有抗體才可以打個招 警告…你們才嫌參與 追蹤的站是 詞作笑話 淚滴變成非法 人們無需驚訝 再多悲壯 仍能笑一笑八 每個人都要吸取教訓 特區政會要吸取教訓 各個立法會的議員 我希望都能夠吸取教訓 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這些亂局 唯願我 從此不再害怕 國安立法沒廢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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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西, 阿西 你還是叫我全名環西 沒問題, 阿西 國家終於有任務給你了 你的士大夫身分 終於大派用場了 終於找回我了嗎? 我表面上是一個士大夫 實際上是一個擁有雙重身分的幹部 你以為被人拋走了, 國家就想不起你嗎? 沒用的 你這些更出色的男人 無論在哪一個崗位 都可以在襯下之中發出紅光 你外國的眼神 虛虛的髮線 見鄉中略大陣的手 和那本國家級的茅柴 都徹底地把你的雙重身分曝露了 不過你雖然不斷出色 始終項有項快 無論如何都要看回特九十九潮 基本法不用比兵嗎? 我還以為我們的身分是不言而喻 想不到又是一場妖魔化的批皮 我見工時也沒說要做國家的工作 你真厲害 擔心自典… 又是我曾教授 還有我林班長 非常之非常之我們叫他做… 是 非常之非常之有型有款我們叫做… 泰款 泰國餐廳用一隻非常之非常之大的鑊 來炒菜我們叫做… 泰國太大了 一個非常之非常之凶惡的村姑 掛著梳頭一點就沒有手機 我們叫他做… 太空穿梭機, 同學一樣 現在用SpaceX火箭了 變成一個非常之非常之出色的 走廊歌手, 我們叫他做… 變態色狼 我知道你想說我們打定先 日出的時候, 一個女子爬上 非常之非常之危險的懸崖 我們叫他做… 日子泰難崖 是 環球航空業陷入冰封的狀態 在香港國際機場 佔客運量57% 和貨運量41%的國泰航空 在營運和財務方面 都陷入了嚴峻的挑戰 And the future remains highly uncertain 我們這次投钱入國泰 就是要保護香港國際航空樞樓的地位 別無他相 所以大家剛才提到 會不會有些政治考量 這個是猜想得太多了 今天你扔得三百億下去 那他一早呢 他一早如果好像海洋公園一樣 又是虧錢的 那你是不是洗濕了頭 你不扔錢下去不行 否則的話 如果這間公司破產的話 那你這三百億就化為烏有了 我宣布海洋公園撥款不得通過 海洋公園在得到立法會的批轄撥款之後 也決定在這個星期六十三號重開 我也預期他們有些優惠的措施 可以吸引人們回去 也可以讓市民有一個休息 開心的地方 小嫂子, 當值期間在玩手機 是不是連最後一集你都不想做了 不是呀, 大后 奴才剛才是在工作 你的身份是奴才, 工作是服侍哀家 不是玩手機 太后, 你的說法適合了一半 奴才的身份的確是要服侍太后你的 但現在我多了個身份 我還要服侍國家 雙重身份你這麼威風 有沒有升職? 那又沒有 那倒是做奴才 奴才早就預計了, 不言而預 你又多了個身份是服侍國家 都不代表你可以玩手機 不是呀, 奴才是想和國家公務員 一起玩這個學習強國APP 想不到你的愛國熱情這麼積極 因為現在他們推出這個 學習強國APP的優惠 用積分最多可以換 買樓價的四萬元 所以香港公務員不用這麼抗拒 有雙重身份, 雙重優惠 像國泰一樣, 接受了港府的資金 加上之前央企的股份 又是香港, 又是國家的航空 雙重身份 但奴才不明白 制定政策的時候 怎麼又用香港人的角度 但又要有國家的思維呢? 很簡單 議員開頭為何不想救海洋公園? 怕那個是無底心動 虧了香港人的錢 這不就是用香港的思維 對, 你用內地的角度考慮 盈盈樂樂是祖國送的禮物 海洋公園如果倒閉 國寶就無家可歸, 不利國家形象 對, 加上祖國同胞這麼喜歡海洋公園 所以香港的官員最後決定救他 而不同的公園有不同的安全風險 我知道, 海洋公園無論有多少人 都是安全的 你樓下的公園就算沒什麼人去 都可以很危險 我問你, 哪個公園最危險? 不知道 對呀, 維多利亞公園 我們說到未來社會的發展 每一個行業都會有它的學習測試 面對新的科技都會有它所謂改善的空間 或者改變的空間 而獨裁者這個行業也不例外 說到獨裁者, 不少人第一時間想到 就會是希特拉、斯塔南亞這一類 比較兔版的形象 但在現在的國際環境、政治環境 資訊科技、公民社會都是相對成熟的 任何國家的領導人都會明白 太過明目張膽搞獨裁 也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引起國際的輿論和壓力 2012年, 政治學者杜布森 出版了一本書 叫做《獨裁者的進化》 收編、分化、假民主 裡面可以說 由獨裁者1.0上升到2.0 獨裁者和威權政府 一改以往明刀、明槍的打壓 改意嫁為所謂溫和的表達手法 巧妙地處理國內的異見分子 但又無損其獨裁的本質 相反, 獨裁者2.0會用下列的方式對付反對派 第一則標榜 法治 經常會提出 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等 這一類的口號 去擺脫獨裁或人治的形象 第二, 獨裁者2.0會明白到 全面打壓媒體會招離話病 但會用其他方式去影響傳媒的編審 編才等工作 亦會大舉支持群眾去監督媒體 第三, 由於法治、自由 普遍被視為普世價值 獨裁者2.0都會用同一個口號 都會說支持民主、自由 但同時強調民主、自由是有很多種 我們國家和西方提出的普世價值 是不能夠直接相提逼論的 第四點, 獨裁者2.0也會進化到 舉行普選、國立本市合法性 但一般來說, 這些選舉都是 某種程度操控之下去進行 例如事先有一些門檻、某種限制 譬如北韓的選舉 都是所謂一人一票的真普選 投票率是接近100% 最後, 我們要注意的是 在這些獨裁者2.0的例子當中 互聯網是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方面, 互聯網令到消息 在民眾當中快速傳播 人民的動員能力大幅度提升 另一方面, 網絡也可以是 獨裁者2.0與時並進的工具 只要政府懂得用民粹的方式 基層、農民在互聯網 其實是很容易被動員起來的 那慢慢, 政權只要善於操控民粹 一切也可以配合 獨裁者2.0的劇本行使 一、二年之後 世界發生了很多事 那究竟還有沒有獨裁者3.0模式呢 會不會我們都有個人的心得 可以在未來的世界 和未來的子孫去分享呢 中文字幕提供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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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今次我會送到